通常是反應? 哈囉各位 歡迎收看本期影片 最近很多人在問叔叔說 叔叔那個亥犽彈射 那不是改版了嘛 對不對 前一個禮拜 改版之後 叔叔亥犽不能玩了嗎 那個彈射怎麼大覺醒下去 上他的話會有差 什麼話要割的 喂 我就問 現在能夠切團的角色有誰 射手啦 我們講射手 然後可能只剩一隻死安茲 但是你不會選他 因為死安茲就是一個小動物 你不會去選他 他不是人 亥犽之隻角色 雖然他的彈射改成是說 你可能想說他的大絕 那個普攻可以彈射 他也是那個普攻效益 會不會傷害會有差 那其實沒有差很多 你自己去實測 再來就是怎麼樣 亥犽在這個傳說學院裡面 他是一個 要怎麼說呢 他就是一個親流撇撇的男主汗 你知道嗎 他就是自己走 他可以自己走他自己的路 然後學妹都很喜歡他 問題是他就是那個傳說校園裡面 一個獨立風騷的浪人 他這隻角色是拿來單代用的 再來是他切斷能力 根本沒差 他切斷能力還是一樣強 而且他甚至還改強了他的前期傷害 所以你不要再跟我說 叔叔那個什麼彈射那個傷害有差嗎 那個對啦 有差 對有差 OK 但是不會改變 他是這個傳說學院的帥 不是 不會改變 不會改變 他這個切斷以及單代的能力 因為駭牙主要就是切斷單代 沒了 我們選他的用意就是如此 所以這隻角色一樣就是T1 用來幹嘛 大妹 用來切斷 OK 繼續選他 繼續選他 而且你現在可以更大膽的去點他 所以對於叔叔來說 我反而覺得他是改強 你可以 而且再來就是 你可能像前面講的 大絕轉下去 那個普攻 那個建設效果 對不對 沒有談到英雄身上的 那個傷害會有差 你就想嘛 今天一個高端局的會戰 職業聯賽 你有幾次看過 一個亥犽 一個大四個大五個 0322好像有轉過的 靠北 Anyway 反正就是你就記得 這隻角色其實真的很難很難 會有機會你一個大絕 轉下去 可能轉個四五個 你知道嗎 基本上不太可能 因為對方如果會玩的話 他就會在你轉進去的那一瞬間 扣招 直接 灌輸出 灌死你 OK 然後再來就是 他雖然現在前期 改強了 沒有錯 可是你一樣 要看 敵方今天出什麼角色 你就想嘛 今天敵方出一個館長 館長站在你前面 靠妖雷怎麼打 對不對 叔叔站在他前面 都跑了沒一個 我就死了 對不對 很多很多黃歷程 不可能 所以呢 對方今天選一個 咖啡女 我不可能前期跟他打 雖然我知道我前期障礙有改 所以呢 一樣 雖然你前期有改動 但是你要看角色去做什麼 一等的拼搏 不要想說 前面一等 絕對我前面一等 竟然打贏 完蛋了 自己打 那可能技術有點好 OK我們繼續往前 你看到這個傷害 扯不扯 前期改強 就是長這樣 因為他前期的一技能改強 額外的也帶掉什麼 一技能的傷害 對啊 啊不 一技能的增傷 他一技能改強 就會蓋到他的增傷傷害值 OK 所以呢 你在前期 如果能夠把那個錶疊滿 然後增傷打下去 哇靠 你一技能改強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波 我們這波怎麼樣 我們摳了一個什麼 因爲我前期把敵方卡芬林給壓掉 我利用我前期的優勢就是那個什麼 攻擊在那個什麼 呃傷害buff的這個改版 你看我把敵方卡芬林給壓掉 我就直接來做什麼 四等的gank 叔叔上次說過了 現在四等非常的快 兩分鐘就來了 OK 兩分鐘就來了 就跟你女朋友一樣 翻書 翻臉跟翻書一樣快 夭壽鬼叔叔 沒有女朋友 所以我不懂 然後你看我們再轉下來 剛剛好古龍帶掉吃魔龍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前面的東西 如果你營運好 不管你是你的中府 不管你自己的打野 甚至是你微弱的這個 每次都被霸凌的魔龍路 你只要有一些協調性做好 整個節奏就帶起來 那當然 你今天如果單排的時候 然後可能就是遇到 欸隊友跟你協調沒有辦法 就是怪怪的 哇我們前面被壓 那個節奏就會被人家帶走 只要對方會晚 所以呢 你在單排的時候 基本上 只要今天你打點風 才遇到這種情形 節奏應該就是崩了 節奏應該就是崩了 所以記得 盡量做好自己應該要做的本分 那你要怎麼做好呢 沒有錯 就現在開始斗內 訂閱叔叔叔的頻道 完蛋了 我們突然覺得變金子悠悠台 我們這邊直接一個 大絕轉過去 一技能疊滿腰之階級殺 又是 海牙強不強 強好強 這隻角色基本上 繼續玩他啦 真的啦 而且他那個 那個什麼 他的天敵那個頸 就是那個手變短了 然後現在改的有點搞笑 之後好像會改版 欸沒有 在好像已經改版了 好像已經改版了 在這支影片出之後 應該就已經做正式的改版了 然後 頸還是削弱的 所以呢 其實他現在天敵就比較偏少一點 如果到後期的時候 你只要在正確的陣容裡面 看牠是天敵的 所以這隻角色請你繼續用 學長還是一樣帥一樣香 我們這邊看到有沒有蹲一個蹲點 不知道為什麼敵方葬路那隻摩托斯 一路向南 是怎麼做一輪 我們看到敵方卡芬妮會戰打起來了 惡技能過去大絕直接轉 順便造成一段位以笑精靈 普攻普攻成功帶走他的人頭 然後順便跟各位講一個小觀念 之前有人問說 叔叔那現在可不可以打三人線 叔叔之前說過了 現在這一版本不推薦你打第一波的三人線 為什麼會講第一波 為什麼會講到第一波 第一波真的不推薦你玩三人線 因為很容易被卡 但是你的二三波你要不要打三人線 那是看情況決定 什麼意思 當你今天你的中路盆人 可能選了一隻什麼一格 然後可能輔助選了一個什麼瑞克之類的 對全部都是那種超級無敵可怕的 那個鹿霸學長有沒有 有事沒事站在走廊上盯著學妹 對 如果今天你的中府是這種角色 你射手要打三人線嗎 當然可以啊 有機會你就打 因為你的隊友可以把敵方給卡開 你就會更多的什麼 時間與空間去跟你的學妹約會 對沒有錯就是這樣子 其實要今天威脅你的學弟 長得帥的那個學弟 沒了不起啊 學妹就是你的 所以記得今天 要不然從今天開始 不要讓學弟出現在你的面前 學妹都是你的了 不管今天學弟長得多帥多高 會不會打籃球 會不會鋼琴 沒有用 我們就是直接下課的時候 他痛別一堆 錯誤教學 等一下 這個會不會被黃標 然後一樣概念 五分鐘之後 下路塔被你推掉 你就怎麼樣 換到上路 對 沒錯 繼續 沒錯 沒錯 沒錯是什麼東西 然後看到人一樣 二技能一技能 就就就就就 左右左右大決 轉進去 成功的被隊友 監尾 不是啦 就成功的帶走他 然後這時候其實 到 比如說到中後期的時候 你要記得 亥牙子擔帶能力非常強 沒有錯 可是 對 你是一個浪子 但是當你今天遇到 對方可能有一個館長的時候 沒錯 你現在是一個浪子 哇靠 你現在可能變成 那個什麼格鬥廳王之類的 遇到對面館長 你可能還有辦法跟他應對 你知道嗎 就是你成長起來 可是如果今天來了 可能兩三個館長 拜託你還是退一下 你懂嗎 你單單能力很強 但是拜託你還是要看一下地圖 除非你今天真的只是想要耍帥 給那個學妹看 剛好一個單鴨雙胸 加母鴨 我們這邊一個一鏡人 吃滿了 成功 帶走他 哇 屎牙 嚇死人了 然後我們這個 有點尷尬 那個路面把我的紅腿掉 等一下我們去檢舉他 母鴨 哈哈 然後呢 再次回答各位 到現在還是有人在問叔叔說 叔叔 為什麼你叫不到女 不是叫不到女孩 關你屁事 為什麼 泰雅現在電刀不能帶 真的就是不要帶 因為他現在太貴了 你知道嗎 而且 效益不高了 他現在改成這樣子 就是真的不好 除了 射手大概除了凡恩之外 還可以帶吧 對 其他的 我確定是不要帶 學妹會比較喜歡 我就說電刀 我就說電刀 好啦我看最近 我看我怎麼喜歡看這種 有夠噁心的謊 想到底是怎麼樣 好我們繼續呢 來去把這個什麼 藍毛吃掉 然後看有機會點塔就點塔 然後有機會單單就單單 然後呢 看大型物件 我們有機會就來去做 控兵線 這個其實主要都教過你們了 非常的簡單 只要今天有一個 烙籃 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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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幹死他 然後你有清醒 對 清醒是讓你耍 帥用的 不是啦 就是讓你大學轉進去 就扣好 扣好不要隨便輕易的交召 你現在裝備就是一樣 颶風啊 然後或是炎怒之爪 來去做 選擇就行了 OK我們現在看到呢 瑞克做得非常好 把人給卡開 我們就是怎麼樣 進行點塔的動作 對趕快把中路塔給點掉 然後一樣 普攻普攻慢慢點 不急 1技能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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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敵方卡芬妮 我們普攻普攻 普攻發現有點不太行 一樣 1技能往前拉打 發現左邊有一隻零地 2技能拉一下 1技能吃 妹妹們不要大絕 1個清醒 直接帶走他 這時候懸命 呃 輸少賽輸少賽 我知道 喔我最近才知道 原來那個什麼 很多人會說什麼 啊 好暈好暈 我一直想說是在暈什麼 你知道嗎 喔原來暈是戀愛的感覺 輸少 抱歉 我跟你們活在不同年代 我到 25歲 才知道 喔原來好暈好暈 是這個意思 我大概跟你們講一下 那個是廢話 抱歉 中路高麗塔沒了 下路高麗塔也沒了 上路高麗塔也有一隻天空巨龍在壓 不要讓敵方怎麼樣 輸來中道國走的龍 沒有錯 龍現在就是你的學年 不准動的 不准動國的人 你懂嗎 現在卡芬妮沒有位移了 我們在1技能大絕 請他 Out my way 成功帶走他 繼續點贏的輸爆 結束這就回來了 泰雅 一樣強 就我們技術總結 泰雅指角色 單帶 切碳 就是一樣強 因為你現在切碳 真的就是這兩個選擇 泰雅跟什麼 我怎麼比中這些 哈哈哈哈 我裡類科問者 不是 泰雅跟什麼 索文 泰雅跟索文 對 就是你只剩這兩隻 那泰雅跟索文差在哪裡呢 泰雅跟索文就差在 今天泰雅是屬於 單帶型角色 索文是屬於 爆牌型 爆發大後期 所以今天如果 大後期你們在對榜的時候 如果今天是有爆牌 索文會比較強 如果今天是沒有爆牌的話 泰雅單帶會比較強 兩隻是不同性質的 請你自己來去做搭配 什麼概念呢 就很像是今天 如果你沒有學妹 你單身 對 你可能今天 連工具人都不配當 請你選泰雅 那今天呢 可能你有學妹 然後你可能就是 可以當工具人 那請你還是選泰雅 因為你的學妹 應該是玩得滿爛的 沒有開玩笑 哈哈哈哈 沒有啦開玩笑 就是如果今天有 爆牌正型的話 索文當然 到大後期會比 就是大團 對榜你知道嗎 他當然會比 亥犽的效益來得高 可是問題就是索文 他是一個 必須旁邊 有人存在 有隊友 保他的一個存在 如果當今天 你的 可能輔助是一隻 maybe 就是一隻 就是不是爆牌正龍 角色 那你選亥犽會比較適合 因為你可以自己保自己 那如果今天 你可能沒有爆牌 你還選索文 哇靠 今天一個安格列衝 我 欸欸欸 棒棒棒 哇哩哩哩的戲啊 你根本就沒有後期 對 就是大概 懸角思路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兩隻角色 一樣都是什麼 T1角 可是就是 應用在不同的層面上面 本期片段如果各位喜歡 記得按讚訂閱加密小鈴 下期見 掰掰